人生百态皆有不同 酸甜苦辣亦在分享 一个人能有时共生 一天却运藏满香 我是张瑶 要带你去敲开别人的新闻 看一个人的一天 大家好 我是ABS服务的Sever 我做主意 有快十年了 这边呢 这就是七十八的南门 这边这个楼就是 那个我住的地方 然后包括这两边的墙 因为是离我们工作室非常近 然后那个 在两年前 其实这两边都是空的 大家能看出来 这其实就是一个 有个小时候玩的收影游戏 然后后边是他的一个 投出来的收影 这是我现在 目前正在创作的一个系列 04年那会儿 上大学 跟我的一个同学 看到电影上 有一些涂鸦的镜头 就觉得这个东西 我们也能做 然后就去我们附近的五斤店 买了一些陈漆 在我们学校的篮球场上 把通道化 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接触到的这个东西 慢慢的就是身边玩 涂鸦的朋友 你会认识的越来越多 因为这个圈子本来就很小 07年的时候 一个契机 我提议 跟身边经常玩的几个朋友 说大家要不然组一个团队吧 因为我们有在天津 北京 大连 然后等于就是一个 环渤海地区 我们的名字就定 定义为 Around the渤海 Sea 然后缩写就是ABS 这个呢 就是我平时工作的地方 然后ABS 大家都很熟知了 就是防爆死系统 我们取的这个寓意就是 从一个根本去发展 然后不偏离它的轨道 是取的一个这样的寓意在里面 你能继续 对 我们自己的外包生乱排 行 这也 然后呢 这个就是我们商店后边的小药 然后平时夏天会组织一些烧烤活动 然后楼上比如说画画手稿 在楼下吃点烤串 是非常嗨的一件事 这个是我们商店的后墙 这是我去年创作的一个 可以看上面的英文说类子 现在我们是那个要去涂鸦的路上 然后798是一个相对比较包容型的一个艺术区 然后它对涂鸦是不排斥的 并且还是有一个很支持的态度在这边 打算在这个墙上涂 对 你好 您知道门盆 那边那边 车是谁 不是那里边的 不是那里边的 谢谢 好 换一个地儿 要不这块 有车没啥放 国内的涂鸦人可能面临的很多问题就是 喷漆的选择非常有局限性 然后就有了现在的400毫升商店 以及楼上的我们的ABS工作室 然后来方便大家能有一些渠道能购买到这种比较专业的涂鸦材料 你先提醒我回你翻梯子 好 正常呢 正常啊 中国涂鸦的现状还是怎么说呢 没有形成一个中国自己的一个地域特色 有很多人现在已经开始尝试去做中国的涂鸦 但是只是在很表面上去加入一些中国的元素 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样就是一个就是能称之为中国地域特色的涂鸦 当然这是已经往前迈出了很大的一步 但是我觉得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涂鸦更应该是体现在它的思想内涵上 而不是只是与现在表面去加一个中国元素进去或者怎么着 同样的这点也适用于中国的设计 你的摄像是非常酷的 哦 谢谢 它是古典的 我认为我们要拍摄这个照片 古典的 只不过传达的是让你们公众去强迫接受的 但是你看那个那个中黄他那些比划的话 他一呼一呼的时间他还是有一个不怕的在上面 哈哈 我感觉肯定是 是 雪人叔是不是心! 你心的吗? 心的 你说怎么搭着辫子 搭着辫子呀 你都在用呢 你怎么搭着辫子怎么像鱼子呀 哈哈哈 其实发型不是很个人的东西吗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理由 哈哈 那不是女的才搭成变子的是吗 对啊 很少男的蝦蝦 我觉得其实你在七九八应该可以见到很多 你帮叔叔递一下 你问他要什么 你帮他递一下 要什么颜色 淡身不行 你不能去涂 叔叔 这个怎么按 你要干什么 我要涂一下 你要涂哪啊 涂一下 涂一下什么按 你还不知道多这些东西 要去看你的 你这些没完成 你这些破坏的欲望 你怎么这个打不开 你有什么感想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看法 这个东西 怎么说呢 叔叔再见 再见 我现在准备回去拿补充的颜色 我所理解的城市跟涂鸦的关系 怎么说呢 打个比方吧 户外广告 大家平时走在马路上 就都是可以看到的 并不是你主观的 就是你想要看到的这个东西 但是它就出现在了你的眼中 涂鸦也一样 但是可能我们传达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卖这个商品 或者怎么样 我们所要表达的只是 嗯 城市可以不用这么冷冰冰的 可以是更富有色彩的 甚至是可以更漂亮的 哈哈 还真的算我是谁吗 然后就给你们找到乱 很好救的 快涂完了哈 对 你们这种算那种立体涂鸦吗 就网上风转那种 就是应该是定义不太一样 我们做的应该还是偏街头涂鸦 然后它本身也是hiphop 四大元素之一 那那种呢 不算是乱飞体吗 嗯 我就是因为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 我个人我觉得它不是 因为它可能 它要表现的东西 嗯 应该是比较 嗯 不像街头涂鸦这么随意 因为它画完这个东西 它只能从一个角度去看 它是立体的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它不属于涂鸦的范围 那那种男吗 那种挺简单的 我就是 我个人觉得挺简单的 OK 我们今天的这个创作就完成了 涂完了 涂了得有四个小时 对 差不多 我给你们喝张影吧 好 我给你俩喝张影吧 哎呦 小心 走了 收拾东西 嗯 我们平时的一些主要工作呢 就是有一些图形的设计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空间里的这种涂鸦的创作 再有就是一些 例如说涂鸦类的装饰画 然后也包括策划一些涂鸦类的展览 嗯 这也拍一下 这也拍一下 这是你今天拍摄的酬老 哎 谢谢 他们是德国 德国人 德国人 先卖个关子 一会儿到了再说 OK 因为之前在那个广公司做设计 加班的情况会特别多 有的一些客户 嗯 例如说什么 比如说让你改十八稿 然后最后掉第一稿 诸如此类的这些问题 会让你就是很恼火 等于就是最后我们就想 就是去直接跟客户去沟通 所以就是说 从一个打工者的身份 然后变成了一个 直接跟客户对话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我都愿意 我都愿意